重阳节的意义 重阳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为每年农历的9月初九 随着社会的发展,重阳节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那么重阳节的意义是什么呢? 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望远,尚举影秋的习俗 近年来,随着我国老年社会的提前到来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占到我国总人口的10%以上 在金钱质上物欲横流的冲击下 敬老孝亲,尊老敬老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1989年我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 倡导全社会树立敬老、孝老、爱老的风气 作为传统节日重阳节 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千秋万代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浓浓情思